感谢神 去年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在北部与学生一起发想 策划和举办的Game Changer逆转营 成了南部青年纳喊特会的前身 ROAR 我们看见的是神兴起了Radical 激进 On Fire火热 Apostolic使徒性的Revival复兴世代 从南部开始 席卷了全台湾 在今年年初的天国文化特会 赋予子的信息中 我更是深刻的领受到 身为使徒性的教会 除了需要有为父为母成全的心 更是要让下一代看到 他们君尊的荣耀身份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为着他们的身份感到迷惘 混乱 不知道他们在神的眼中是谁 以至于不断的在羡慕 比较 还有认同当中挣扎 并且也活在错误的期待和价值观里 然而就像是动画《我的英雄学院》一样 身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有责任要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身份 发掘他们的天赋才干 发展跟培养他们的优势 以至于他们都能够成为神国的英雄 另外呢 神也透过《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的系列电影 再传递着一个讯息 就是虽然每一个英雄都在自己的故事中 踏上了寻找自我的旅程 他们都能够独当一面的去解决问题 然而当面对更强大的敌人和挑战的时候 这群超级英雄却能够放下自己 彼此尊荣和同心的去面对困难 只为了要完成一个更大的使命 这正是今年青年呐喊特会的主题 团战英雄 在这个特会的当中 和所有的讲员跟同工们 都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也期待我们可以一起 为着下一个世代的英雄集结而努力 我要邀请你来参加 今年的青年呐喊特会 为着下一代团战英雄的兴起而集结 我们七月凤山见